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可以回去了 因为过年本来就是要回去 但是就因为疫情耽误了 所以现在国庆放长假 正好就可以回去 之前都待在家里面 憋得真的很难受的 但是回来现在就感觉很放心 很安心应该是 我们今天来火车站呢 就是负责迎接我们的大一新生 出发来笑招的 就没有让人家觉得有害怕感 陌生感嘛 就大家还是愿意来捂看 就感觉烟火气又回来了嘛 然后很多的一些吃饭的呀 或者活动的话都很多 终于回到了差不多以前的生活 整个路上的车水满了 尤其是上班的下班的 都开始塞车了 看来这个浮工浮缠的 确实无害人心的 过来了 一条大河 波浪缓 我家就在岸上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管了烧工的耗子 和水满光的烧工的耗水满 在岸上里扮到园上的歇蚌 水满水满了 吹刀花儿香凉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管了烧工的耗子 看管了船上的白帆 我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白帆 我美丽的祖国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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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快闪 唱刚起跳的时候挺热泪盈眶的 热泪盈眶的感觉 非常有共鸣嘛 就这个歌曲一一起来 就觉得武汉很不容易 国家很不容易 激动激动 很激动 国家不容易 爱国的情怀这种音乐的鼓点下就一下就被激发起来了 这个歌我觉得就是唱完之后特别让人感动 而且我看到这里边应该好像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觉得就是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每一个人 然后靠着他们那份坚定的信念 然后把这个疫情抗击成功 正气 感觉特别到位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声 我们看到张立宇这个人民的抗疫英雄在这里 我们觉得很激动 真的是感谢他 我非常的荣幸身在中国 我觉得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我觉得就是跟自己说的 这是强大的祖国 我觉得确实祖国特别强大 特别自豪 说人的心情是就觉得有组织有依靠 特别是2020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骄傲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祖国万岁 我们的人民安康 大家都好好的